我們知道 很多藝人都喜歡做生意 雖然很多人 生意做得不成功 但是也有成功 今天介紹四位 他們都在嘗試做新型的生意 其實呢 我覺得 藝人很多人說不會投資 但是我覺得 投資跟經營有點不一樣 投資就是把錢拿去 讓別人在玩 經營就是自己在做 然後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就是 對 愛買...以後就買到開店這樣 真的是這樣開始的耶 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太愛買了 然後就後來買到跟人家做朋友 真的嗎 其實這個生意是... 其實它有兩種玩法 這怎麼... 它其實有一種玩法 就像小燕姐這樣子 就是...就是一種很幽默 然後就是變另外一個人的感覺 這樣很好笑啊 小心 這樣... 小燕姐臉太多了 對 妳的臉比較小一點 像嘴巴位置對不對 這樣可以想會不會被嚇到 對 有種猜不透妳的感覺 猜不透妳 到底妳在想什麼 那它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比如說可能是側袋 然後你就是有另外一種裝飾的 側袋 對 就是比較像是... 就是微側 微側就是比如說像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喬一下 對 就感覺好像有兩張臉的感覺 這樣 對 80年代 所以一般這樣子 如果這樣看到這樣子之後呢 我就要去看眼科醫生 對 想說是自己看的 是自己看錯 眼光的感覺 閃光好嚴重喔 這牌子超幽默的 然後它除了有那個臉譜之外 它還有就是做了一個大整成 這個也是一個髮飾 這是髮飾 這也是髮飾 它是不是這樣子帶著 我以為它是眼罩 應該從前面 因為一般會就是把它夾住這樣 對 對 好可愛喔 就超可愛的 然後你就可以帶斜斜的 如果去派對或是做造型 就很適合 好可愛喔 這是可以玩很多一些小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她店裡自己 買...買成金的就是 是 對 這個是GG的店 我們待會兒就來介紹 這個翁小姐 21歲就當媽媽 她也要開店 21歲就當媽媽了 對 好 那妳開店的時候 紹懷有贊成嗎 其實因為我開複合式的店 其實我就是逼她一起 因為我也思琦很愛買 所以想要弄一間服飾店 那咖啡呢 因為我們平常很愛去喝咖啡 那我就逼她說 妳一定要去學咖啡 我一件事交給她做 所以咖啡是她負責 對 我就說咖啡交給妳負責 就妳來負責經營 妳來負責學咖啡 好聰明喔 而且她這樣就很忙了耶 這麼小的老婆 對 她以為娶到一個小老婆 很聽話 結果是逼著她去上咖啡 對 真的 所以這個都是她 煮出來的咖啡嗎 我們店裡還是有專業的 那個咖啡師啊 只是她平常還是要研究一下 對 所以是她煮的咖啡 我再想一想要不要喝 專業的... 專業的... 我們這裡啊 算是非常成功的就是 王老闆 好... 太帥了吧 你的... 你的... 老老先生用快遞 用快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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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幾年我的節目就一直介紹它 先是有快遞 先是想要去買 再是有快遞 有快遞的有快房 有快房了以後要一直蓋... 一直裝潢 一直裝潢... 我的節目都介紹到不能再介紹 對... 然後終於 都說是五星級的耶 其實我覺得 我的個性就是要做就把它做到好 那不敢說五星級 但是我覺得把我所有能給的 我覺得可以讓客人 感覺到最舒服的 我們就盡量給客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我 自己很要求的部分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處女座的 所以要求事事都要做到好 所以房子蓋了也久 裝潢了也久 對 相對的 我們服務 也服務得盡量做到很好 對 而且那個時候 那個廚師還沒有找到是自己燒 對 自己做菜給客人吃 我本來想自己做菜給大家吃 是一件好事還是... 那不一定自己做菜給人家吃 你知道嗎 誠意不能當飯吃 我要跟一開始 頭一個禮拜來的客人說抱歉 那一個禮拜的確不是很好 那你還是有天分啊 有...後面有漸入佳境的 漸入佳境 對 有漸入佳境 越來越好 好 佩佩開的是 韓式婚紗店 創業至今兩年了 對不對 對 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 這個算不算跟依依姐姐一起開 對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最開始是我們兩個一起 但是後來我有慢慢的把 我自己工作的比重 放得比較重 剛剛我們大家都在研究 韓式婚紗跟一般的婚紗 什麼不一樣 其實大家如果有網絡上做過功課的話 應該會發現很多韓國女明星 她們穿得會比較素雅 然後比較... 她們會著重在線條上面 但台灣的她們會喜歡 台灣的女生 比較稍微再喜歡一點華麗的感覺 就是上面的花可能希望很大多 對 一定要很多 所以這個在理念上面 因為我們是韓式婚紗 所以我們到底要原汁原味拿回來 還是稍微改變一點點 成台灣的 這就會在意見上會有點分 其實這個就看起來 比較不像婚紗的衣服對不對 就是線條韓服 要像晚禮服 就是宴客的時候 我們第一套進去是白衣紗 另外兩套是晚禮服嘛 這個就是晚禮服的部分 晚禮服的部分 對... 可是這件非常的性感 對 她穿得沒有多少耶 對 她遠遠看了會覺得說 好性感 但其實她該遮的全部都遮住 她其實裙子有沒有 該漏的也都漏著 該漏的也漏著 可以漏的... 能漏的都漏啦 真的嗎 而且它是黑色的 所以遮大的部分 就是不該漏的地方對不對 對 所以她這個要比較有個性 這應該都不能動吧 這一個她因為 她其實是還滿有空間 她就是故意設計 好像妳要穿起來 要身材很好的人 因為她是有顯瘦效果 然後再加上 她因為都是軟紗 所以妳走起來人家會以為 燈光打下去 妳會覺得好亮 好像 而且好性感 但殊不知她其實 裡面都可以動很多手腳 結果她其實在穿馬甲也都OK 對 看不出來 對啊 然後又是黑色的 比較大膽一點點 因為喜事大家有的長輩 可能會想說要紅一點 喜氣一點的顏色 所以這要給比較有個性的 新娘穿著 對 好 來...我們再談一下 來...開店了 最辛苦的 四位請說 請說 最難的應該就是 找地方對不對 對 一開始找地點真的超難的 找地點 但找地點我比較例外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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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很... 找地點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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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地點 找地點好難喔 等一下 找錢難不難 找...我覺得找地點比較難 真的嗎 找地點比較難 對 錢應該是你 我總共投資下去的已經 保守估計啦 太易了耶 對不對 8500萬 所以你們的馬桶是那個嗎 但我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買地 再加蓋房子 然後再加裝潢 我就跟之前有朋友問我說 你這個投資 你要什麼時候回本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抓大概差不多五年左右 才有辦法 五年就會回本嗎 五年應該就差不多可以回本 我是這樣抓啦 對 那他就說五年回本 那所以五年才開始再賺錢囉 所以這五年你都沒有賺錢 我說我跟你們不一樣 那一般的店 你是投資比如說100萬 裝潢什麼弄掉 你要開始賺第一塊 101塊你是賺第一塊錢 可是像我們不一樣 我是比如說我投資了這個錢 投資了8千萬 可是我如果在五年內 把這本拿回來 我這房子本身 他就有8千萬的價值了 所以我不是從那一刻 才開始賺錢 其實我不斷的對我在賺錢這樣子 我是聽不太懂 我也聽不太懂 我是聽不太懂啊 這真的很難講啊 有這麼複雜嗎 不一定 因為搞不好他會貶值啊 可是他貶值 他貶到4千萬 他還是有4千萬的價值 就多了這個 對 他本身就有價值了 我覺得在投資之前啊 投資者都是會用這樣子的 說服自己對不對 通常都是這樣子嘛 而且開店人也都會說 這個...其實這樣... 我已經省了什麼... 對...對不對 應該 請扁面房租 婚紗店真的好偏僻喔 店面是自己的話 一定要就... 我們附近婚紗街 那一個月的房租 差不多都要100多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點想說 為了安全起見 我就是乾脆 我買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怎麼會有客人跟我說 為什麼搜尋把我那個 島高田中間去 先來看看翁欣怡的店好不好 小小的店 小夫妻兩個人呢 結了結完婚以後 應該有個副業 不只是演戲啊 而且呢 兩個人一起開店 她想的就是說 第一 自己喜歡買衣服 第二呢 覺得 兩個人都在店裡 還可以一起帶小孩 對 是這樣想法嗎 而且有一個兩個人屬於的空間 我們每天都會有地方去 是這樣子想法 都有地方去 對啊 每天都一定要到一個店裡 喝下午茶 因為其實每天都在店裡 妳這樣子會不會太美化開店 太美化開店啊 這樣說也是... 每個同志呢 一開始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美化自己的夢想 其實我會開那個餐廳 咖啡廳 也是因為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地方 然後朋友來可以一起去 朋友只要來妳的店裡就好 對 就享受一個自己的地方 那佩佩想要開韓式婚紗 希望她可以常常結婚 沒有... 沒有... 我說第一次... 你說第二次來還打五折 所以第三次一折 那妳先買五折 之後都不用錢了 對 我給妳錢... 我給妳錢 如果妳沒結五折的話 妳真的應該送她一次了 真的... 好 我們來現在看看翁欣怡的店 走進一橋 這間既是服飾店又是咖啡廳 也太特別了吧 這可是八年級生 翁欣怡所特別設計的喔 踏入店內 就可以看見兩排滿滿的公仔 這都是翁爸爸的私人收藏 店內的擺設也很有家的感覺 看起來好溫馨喔 最特別的是 這裡還是有育嬰室的空間喔 甚至準備了尿布和獅子巾 欣怡媽媽真是太貼心了 看看這裡所有的服飾 可都是老闆娘翁欣怡 親自從韓國帶回來的喔 每種款式數量都不多 晚來就買不到囉 買完衣服就來吃點甜點吧 有咖啡 冷飲 還有看起來都快流口水的蛋糕耶 逛街滿衣服之餘 用來享受美食 這絕對是每個女孩們 最開心的事情囉 我覺得其實 要不要開心 跟年齡其實沒關係耶 他這麼小 21歲 他就想要... 公仔都是你爸爸的 因為我爸本來 就很喜歡收藏公仔 他收藏很多耶 很多 這只是他某小部分而已 那這個裝修是誰設計的 都是我自己 他很有味道喔 對 就有家又有一點復古的感覺 復古的感覺 因為其實是為了省錢 就不想要花設計師的錢 就覺得每一個角落 你年紀輕輕的你 他挺能掌握這個...精簡 但是又要看起來還不錯 所以那你老公做什麼呢 就叫他學咖啡 對 沒有 他負責設計 他老公學施工 沒有那麼可憐啦 沒有那麼可憐 他就負責在旁邊加一點意見這樣 他每天清那些公仔上的費者 而且如果你有帶小孩到店裡來 還可以免費提供尿布 對啊 我覺得還滿貼心的 而且自己帶小孩去 所以小孩需要一個 換尿布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 比如說這個蛋糕啦 這些 其實你做餐你就知道 這個還是有點學問的對不對 還是有點學問的 比如說還是要批貨啦 點奶奶蛋啊 什麼這些對不對 而且每天都要算好 要算好 因為你不可能放太久啊 一定就希望最新鮮 所以你就要算好大概哪一款 就是比較... 對 怕有囤貨的壓力啦 妳會嗎... 我們其實會耶 而且因為其實我們跟國外下單 所以譬如說我們要訂 我們在秋天到冬天開 可是秋冬的貨場就已經沒了 所以我們店裡就進到一堆春夏的 然後就變成我們沒有東西賣 就我們剛開的時候 有一種那種季節交換不太對 所以那幾季的就有一些存貨 就是真的有點傷腦筋 所以要一直想辦法 比如說可能特賣促銷 或是辦活動把它都買掉 妳身上穿的現在 是不是都是店裡的 對 我從頭到腳 只有襪子不是啦 蝎子全部都是 所以大家會拿著妳 在上節目的東西 到妳店裡來要看什麼 對 所以我... 因為之前就是讓店裡的人 很不好做是 因為譬如說可能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可能 每一套都是店裡的 然後就有人就會傳照片給他們說 我要那雙鞋 然後他們就會說 不好意思 那不是我們店裡的 他就說怎麼會不是呢 他都已經穿了 怎麼會不是 就會跟大家解釋這樣 對 對 有的時候 還好妳那個不用扛在身上走 對 我那沒有辦法 我不是刮妳 妳要住 借妳住一下 其實當老闆喔 最苦是什麼 管理人 員工 妳呢 因為像我們最近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地區性的餐廳 然後就變成我們可能放暑假 放寒假的時候就沒什麼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在天幕 然後我們又是在很山上 我們是在七段載上去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很苦惱 為什麼放暑假 就沒有什麼人耶 店裡 就跟上個月差很多很多 然後我們就開始 一家一家去問 然後才知道原來 因為是地區型的餐廳 所以他們都去國外度假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想辦法 找人來 比如說我們可能要去發傳單 然後或是要在網路做一些活動 對 所以你們也有淡季跟旺季對不對 我們有淡季跟旺季 然後剛好冷下來的時候 10月份那時候 可能還微微有點熱的感覺 到11月真的冷了 然後又沒有假期 所以11月基本上房間都會很空 再來就3月份 就過完年了嘛 紅包該發的也發完啦 所以我們發你通告 可以...對... 這兩個月很閒 那我們可以再兩個月去住啊 人會比較小一點 歡迎大家 對 3到10月可以來... 對 好 那依佩佩看的是這個婚紗店 我們來看看韓式婚紗店 有什麼特別 這一間也是我自己設計的喔 媽媽就是服裝設計師 從小耳濡目染 讓佩佩對服裝設計 格外有天分 自己畫設計圖 找韓國工廠代工製作婚紗 現在佩佩還投資了千萬元 自己開婚紗店 她花了900多萬 從韓國進口300套的婚紗 所以一開始就要花900萬千 進婚紗對不對 對 因為... 她剛剛講的那個有點複雜 但她的理念其實跟我一樣 就是我會覺得 我雖然投資了1500 然後但是問題是 我這1500其實是有包含我自己的房子 所以即使將來我這間店 就房子是妳自己的 對 就是我自己的 我就還可以 就是至少我把它賣出去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風險比較小一點點 不過店面是這樣 如果店面是自己的話 自己的 壓力比較小 壓力比較小 妳不會一睜開眼睛就想說 糟糕 我要...就是這個月要住 對... 還有做好了以後 房東會不會漲啊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夢想 這種比較藝術的東西 妳沒有辦法說 妳一定要逼客人 妳怎樣簽約什麼 我覺得就是 在不要有壓力的情況下 大家做起來會比較 那個成品是大家 比較盡心計定完成的 對啊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有看了桃園火車... 桃園附近 因為我們店開在桃園嘛 桃園附近婚紗街 一個月 桃園也要100多萬 好大喔 婚紗店要比較大的空間 真的嗎 對 婚紗店要比較大的空間 可是100萬很貴耶 好貴耶 好貴耶 是中校東路的租金耶 很可怕喔 好貴喔 因為可能就是它一整棟的租金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點想說 為了安全起見 我就是乾脆我買在一個 很偏僻的地方 他在桃園火車站的後站 常常會有客人跟我說 為什麼搜尋把我那個 天啊 因為我當初的想法就是想說 我們不可能會有客人過路客 就是可能服裝店會有過路客 說衣服好漂亮 我要進去買 但結婚這種事情 妳一定是會有計畫 妳會做好多工作 去找好那一家店 對 所以我就大膽的 開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想說就是有客人預約 我在用 所以反而這樣子 幫我省了好多好多的成本 我就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把成本花更多在那個禮服上面 禮服上面 因為韓式婚紗的成本 真的高太多了 一年還是多久 妳要做多少個對新人 才可以保本 其實啊 我的比較好 我的比較好算就是因為 我幾乎都是現金 所以我沒有說比較 害怕說什麼時候回本 我會不會倒或什麼的 所以我比較安全的做法就是 我就是用限量的 每個月我就是比如說 六月份我翻了一下行事裡 結婚的人很多 如果又來了一對客人他說 我們六月份要結婚 我想要在妳這邊簽約 我就跟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月比較滿 所以就會請客人 就是再多看幾家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因為我們... 你們還把客人推出去 對啊 如果有客人來 我沒有房間 我說 妳要住妳的廚房嗎 反正妳就小孩住嘛 廚房也可以啊 對啊 那妳會... 妳一個月只做幾個客人呢 我一個月我幾乎盡量維持25個 盡量盡量 25對 限量... 限量其實很忙 25對也很厲害 幾乎是每天有一對 是很忙忙的 昏天暗地的狀況之下25對 因為婚紗這種東西 比如說像買了衣服 可能妳結完帳就沒事了 或是妳客人那個結完帳 坐完房間就走 不是 她是要改啊 她可能要半年維持半年 或是一年的時間這麼長 都在規劃 對 每一對客人喜歡的風格 因為這種是藝術的東西 他們要的東西 然後先穿的是OK了 兩個月以後來又胖了 對 從房間有這種 對 或者是 已經懷孕的了 她要重新挑禮服 對 或者是她可能覺得 黑色婚紗好漂亮 但回家之後 結果她爸媽...對 爸媽有意見或什麼的 因為藝術這種東西 不是妳買了一碗牛肉麵 我給了妳吃完 所以這25對 也不是很好賺這個錢 非常不好賺 所以才必須要用限量的方式 好辛苦 對啊 而且任何錢都沒有好賺 對 對 王欣怡批貨超辛苦 王倫甫故事 全部賣回家 她去批貨 其實算很辛苦的 她是今天坐飛機去 然後半夜去批貨 然後隔天早上飛機回來 好累喔 一定要有人在旁邊 幫忙提東西 或什麼之類的 我超辛苦的 對 妳的借 我們也幫妳買了 妳要去 妳來嗎 有請正文姐姐好不好 新潮的衣服 新潮的衣服 最麻煩就是它 就是流行就是一陣子對不對 對 而且就是一季一季 更新得非常快 而且就其實我覺得這幾... 因為我們現在開兩年了 我覺得最心酸的就是 譬如說有... 最心酸 真的 因為 我們看了很多新的拍子 然後台灣可能那時候 就是我們有帶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小時候 我們在小間店 我們又不可能砸重粉 對人家拿代理什麼 但是妳好不容易 就真的把這個牌子 在這個... 在台灣好不容易做起來 做起來 就會有比較有錢的集團 他們會去代理了 妳就沒了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搶不過啊 所以我們就要一直出國 然後再一直看新的牌子 一直找 很幸酸 老闆今天晚上都會偷哭 但是妳...妳曉得 因為她的樂趣就是在出去看牌 對 其實就是... 對啊 自己...自己寫 對 就在有去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Gigi的店 這間在巷弄內 讀書一格的服飾店 是藝人Gigi用心打造的喔 整間店的感覺 就像歐洲小鎮的Select Shop 店內使用仿舊木質家具 一般採用粗礦的水泥地 展現出LOVE風格 是不是很時尚很厲害呢 店內的服飾 配件 包包 也都是Gigi 和夥伴們精心挑選的喔 許多款式 別的地方可是買不到呢 這都是現在唯一的喔 想要改造一下自己 來這裡就對啦 搶了雙鞋 我聽到 小燕姐一來就看到這一雙 是不是... 對 很可愛 我還在上面裝了很多的這個寶石 這種都是你們訂... 去訂價訂單的嗎 對 因為我們每一年 譬如說像現在剛好是那個 巴黎服裝週 然後他們就是都會飛過去 看一些新的牌子 那很多全世界的牌子 他們都會在那邊有展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挑 對 可愛 這個好可愛 是... 而且剛剛有看到那個 你看起來穿得又舒服 對啊 而且它其實有一點小心機 它有加一點點厚度 所以女生大概就可以多個兩公分 對 非常可愛 像這也是同一個牌子的 這一季它就是做了很多 這個小小的設計在上面 兩隻腳是不一樣的 對 春夏的高跟鞋 然後另外像這個牌子 我也超喜歡的耶 這個牌子很好玩 它是一個法國的牌子 它是包包的 之前我有介紹過 然後台灣像好像也是只有沒有 這個是它這一季最新的 然後它就是做一個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你怎麼用它 或是直接用掛的 然後就小女生就可以裝一些 隨身的小東西在裡面 基本上是什麼也裝不到 它主要就是一個裝飾品啊 就是裝飾品啦 你就是畫個照片就對了對不對 對 然後另外這個就比較可以裝啦 這個就比較可以裝東西了 這個它是一個腰包 你是不是只有你這麼瘦的人 才可以裝的 沒有啊 這個其實很大機 它就是做成一個像腰包 然後你也可以用側背的方式 然後這個設計師 他就是都是用皮革 然後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他就很喜歡蝴蝶結 所以他就是有飾品跟那個包包 所以這個還滿難去找對不對 對 就是真的要花時間 然後一個一個展覽去看 然後你才會找到這些 然後這一季他就... Stanley有幫你忙嗎 Stanley有幫你忙嗎 沒有耶 這一塊沒有 我覺得也不要他幫忙 對 不一樣 不一樣 還是讓專業的來 對 沒錯 讓專業的來 對 所以你們的衣服也是 你們的衣服都是女生的嘛 女生 男生其實都有耶 我們其實還滿偏中性 這個超可愛的啊 這也是我自己很喜歡 一個牌子 它的洋裝 然後它這個全部都是 它是用射上去的 你看 就一個一個 很可愛 超可愛的 已經變少女了耶 所以今天這件超可愛的 然後多少身材都可以穿 這套也超可愛的啊 這套我也很喜歡 這套也好可愛喔 對 這套也很可愛 然後它下面就是有特別的 但這個保證可以穿得下 這個可以啊 而且其實我覺得那個 四季都可以穿 好的... 好的 然後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你看它其實就是一個 黑色的T恤 可是其實它後面 就有做一個小小的性感 這個只有陸嘉儀可以穿的 對 這裡面穿比基尼 對 是啊 然後還有這個小羽衣 小羽衣很可愛 對啊 就是因為妳常常就是突然 這種季節 很容易來一個那個小飄音 就帶一個放在包包裡啊 這樣就好看 對 這個很好 這平常穿應該也很好看 對啊 就是各式各樣都有 我想請問你們 開店說得這樣很開心 你們當初有沒有準備多少錢 我們... 就是說 比如說賠到多少錢 我決定不開了 我們當初一個人是拿了55萬 然後我們四個人 四五二十 兩百多萬 然後我們就講好就是 不會再拿任何一毛錢出來 就是如果兩百多萬 花完了就再見了 大家就算了是不是 就是大家就... 沒有 不是 不能再見 妳就是要想辦法 然後它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就剛剛開始 我們就超省啊 比如說上店也是 剛看到那個水泥地 那是我們自己跪在地上弄的 然後有一次有一些也是 然後連外面那個木頭 也是我們自己把它剝一半一半 妳弄得很漂亮啊 都自己弄啊 對 我們就有一些沒辦法 比如說泥做那些 我們是找師傅來做的 然後其他可以手做的 我們都自己做 王仁甫 聽到沒有 難怪人家比較神錢 我們都叫師傅來 所以才會這麼貴 所以不是我們東西用得好 是我們不像人家 沒有才華才會這樣 我們連那個仿舊 我們都是自己拿東西 在那邊刮... 刮出舊舊的感覺 那妳有沒有有一個預算 我們大概花150左右 也是像他們這種 就是不再投錢下來的 因為我覺得一投錢 可能就會一直再進去... 就是要有一個抱著 對 抱前衝的決心 沒有後入的 對... 我今天終於 開始認識翁馨儀的個性 拚了 拚了 對 他拚長因為 以前來都是這樣子 好像小媳婦一樣 突然開起電就... 拚了 所以那個時候 少懷娶妳的時候 沒有想到要開店吧 其實沒有耶 對不對 妳那時候也在拍戲啊 對 那他寧可妳拍戲 還是寧可妳開店 對 我其實都想到 因為我覺得我有點工作狂 就會覺得我一定要一直做事... 才會有一直賺錢的感覺 很年輕啊 對啊 就會想要一直衝 會有一直賺錢的感覺 對 妳這一點應該她是想不到的吧 她其實知道 她是知道的嗎 因為她自己是一個 沒有很想對妳 對... 所以要一直把她逼起來... 因為她就是一個 所以知道... 真的 每一天都是這樣 所以妳必須把她 叫起床去店裡 然後做咖啡 就是要把她那個... 然後拍戲 做咖啡 拍戲 張飛的兒子 是 那她其實演了很多戲耶 也很特殊的一個演員 但是她的個性 那天我問妳哥哥這樣 我說 少懷在家也是這樣 是 少懷 所以有妳這樣子 記性個性的... 其實是好的對不對 就有互補的感覺 那她會覺得累嗎 會啊 她一直跟我說我覺得好累喔 我覺得好累喔 每天都說我覺得好累喔 但是哪有妳累 她去批貨 其實是很辛苦的 對不對 她是今天坐飛機去 然後半夜去批貨 然後隔天早上飛機回來 因為還在小孩 妳們旅館都不錯 妳就去一天嗎 本來我還想說妳好好喔 就是每個月都可以去玩一下 對 但沒有 哪有她不是去玩耶 像妳們這樣一邊跳一邊 對 對 所以妳是下飛機 就直接去那邊 直接直奔耶 就上飛機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妳是搭飛機當交通車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 其實有時間去坐喝咖啡 然後每一間是不進旅館 因為旅館錢也是 也省下來 然後批好的貨 貨拿到貨運公司 然後自己回來 自己就回來 因為我逛過東大門 那個好累喔 一定要有人在旁邊幫忙提東西 或什麼之類的 超辛苦的 這麼小一隻 對 提得動啊 好新鮮喔 妳的店 我們也幫妳買了 我們來吧 有幾件買幾件好不好 全部... 妳真的太辛苦了 對不對 好辛苦喔 這件 好不好 我就買了 不是 那我也要來跳跳 趕快... 好辛苦喔 很重耶 我以為至少會去得到 真的耶 真的耶 但是我想不到 歐欣妮這麼小 然後家裡的佼佼女 然後拍戲 身為小孩 真的 妳以前也沒幹過這個事是不是 但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買衣服 是真的很喜歡 光東大門 其實我不會覺得到很累 其實就是妳看了每一件衣服 都覺得全部都是我想買的 而且妳都買妳喜歡 都是我喜歡的 那還滿開心的 其實還滿開心的 對不對 等於去購物又可以賺錢 對 就如果沒賣掉就自己穿 什麼 真的 所以妳找妳 等一下 妳不是開店耶 妳是花錢蓋了一個 自己的更衣室 衣櫃 穿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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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如果有緣的人來就把它買走 沒緣我就自己留下來 還是希望他們找到好人 對啊 還是會 我都會跟他們講話 就說妳要乖乖 馬上就有人把妳帶回家 所以他們走掉的時候 妳還會跟他講說 妳要替妳過來嗎 沒有辦法 幫妳買走了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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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黃任甫民宿全白裝潢 員工顧客壓力大 裡面空間都是白色的 對 之前有客人好可愛喔 他們就一走進來 才剛走進我的店裡就說 對不起...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不好意思 就是我的輪子髒了 把妳的地毯弄黑了 有一個板架 他是從飯店跳出來的 他說整理你們的房間 比整理飯店的還要累 他一開始說 我們今天房間三個半小時 我三個小時就弄起來給妳 可以... 第二天他說 黃先生 我沒有辦法 妳這裡太難掃了 我基本上其實就是賣 我就有在那個空間 房子蓋好 那個是一個外在吸引大家 來的一個 那是一個夢 對 那我覺得 我們賣的是個服務 我就是賣一個氛圍 就客人一走進來 我常跟我的員工講 我們Play Hotel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睡前在睡前留下美好的回憶 這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出去玩的時候 不跟客人說不 對 這句話很鐵齒喔 我有問過我的員工 我就問他們說 我說如果一個客人 就直接在餐桌上面點煙怎麼辦 我們一般的大家的做法 就會故意說 不好意思 我們室內不能抽煙 可以請你到外面去抽嗎 這個是一個很正確的說法 也沒有任何不好 可是我說在Play Hotel 我們盡量不要這樣講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你就直接看到他在裡面抽煙 你把煙灰缸放到外面去 在外面幫他放一個酒 然後幫他放了一杯咖啡在那邊 比如說他是陳先生 我們就說陳先生 我們幫你在外面 準備了一個吸煙區 那個地方也放了一杯咖啡 我想在那邊看著海抽煙 應該會是更好的感覺 你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帶領他移到了那個地方去 我就用一個罩子把他罩起來 罩子拉出去 罩子拉出去 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就說盡量 我們那個空間是一個感覺 就是你跟客人的對談要有技巧 然後要讓客人來這個地方他可以 一般的我們去飯店都是 你通常有要求 你會想說今天是我結婚紀念日 那你們有什麼樣的一個驚喜嗎 或者是什麼東西 你會主動跟飯店提出要求 請他們幫你準備 那我跟我的員工講 我說我們這個地方 其實最多有就七間房間 那你要主動出擊給客人驚喜 而不是在等待客人說 請問一下你們有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都會主動去看客人 聽一聽他們兩個好像交往第一個月 或者是第一年 然後來我們這邊的 我們就會在晚餐的時候 幫他準備一個小東西 然後在上面寫 祝你一週年快樂 他們那個餐點一拿到的時候 都會這樣 你們怎麼知道我沒週年 對 真的選人很難耶 因為要找到這麼聰明 然後又連腳的 所以我們都要有一些 把我以前浪漫的方式告訴他們 就說老闆曾經做過什麼 然後我曾經也對我老婆怎麼樣 然後一些東西告訴他們 就是你聽到的時候 因為你有很多的公式可以學習 對 然後他們就慢慢 原來如此 然後他們自己就會慢慢的去運用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幾星級的民宿喔 來 太漂亮了 民宿居然就在海灘邊耶 這間看起來簡約時尚民宿 可是藝人王仁甫夫婦 花了八千萬打造的喔 民宿內以純白色為主要元素 來到這裡心情都好了一半了 欣賞著無地海景 真是人生一大樂事喔 民宿有五星級餐廳主廚進駐 來這裡的客人 三餐都可以吃得到美食喔 你看 是不是看了 讓你口水流不停呢 人武漢濟情 果真身體力型 常常會親自下廚 做菜給客人吃 看到如此美麗的景色 是不是讓人很想來這裡 一探究竟呢 你看那個海灘真的很棒 等一下 剛剛那個餐點 應該是你的新廚師來做的吧 沒有 前面你們看到那個牌 一整排的那個是我們的早餐 那個早餐是我做的 什麼 你會擺盤擺這麼漂亮 對啊 還是幫偶像團體燒飯 做菜的 你對這方面有天分耶 因為我自己本身以前就喜歡做菜 然後現在就是因為為了要 給客人吃早餐 我就覺得 你看季晴就有點黃臉婆的樣 真可能 我們這樣講 人家是美嬌娘 你們擺盤擺這麼漂亮啊 對啊 因為我自己就是 我在做菜的時候 我們自己家裡吃的時候 我就只是弄味道而已 可是要給客人吃 我就會在家裡先試擺過 所以我往往菜都在家裡擺了好多次 擺了好多次 覺得好 這樣是最漂亮的 然後我們隔天早上 我就會畫一個圖 每次要做菜之前 我就先畫一張圖 畫圖 我是先畫出來 然後放在我們的櫃台 然後就跟管家講 今天我的餐點是要怎麼做 我要把番茄放在這邊 然後這怎麼樣... 然後你們時間到了以後 你就做什麼事情 你就先弄蛋 然後我是負責怎麼樣 然後把整個盤子 一次結合出來 然後上給客人 所以你們每天擺盤都不一樣 我每次的餐點都不一樣 是喔 因為我自己本身 沒有辦法一成不變的 所以我就會一直在 自己今天想要做什麼 我就變換不同的菜色 其實那邊很漂亮 感覺可以帶我們的客人 去那邊拍婚紗 有很多婚紗夜神的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那裡面空間都是白色的 對 之前有客人好可愛喔 他們就一走進來 才剛走進我的店裡就說 對不起...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不好意思 我的輪子髒了 把你的地毯弄黑了 結果他拉進來就黑了 對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你為什麼要弄白的 好可怕 可是我的... 你這樣維修費很貴耶 所以我雖然是一家小小民宿 我只有七間房間 他們住在員工宿舍 你還要再蓋一個員工宿舍 沒有蓋一個啦 我就在旁邊租了一個房子 是給員工當作員工宿舍這樣子 好有規模喔 一個人負責一間還多兩個耶 對 因為我們有兩個廚師嘛 有兩個廚師 一個廚師 一個副主廚 所以另外七個 就是專門服務這個空間的 所以當然相對的 我們的人力比較多 所以全白的空間 他也比較需要去維持 像因為我們之前裡面有一些 之前有一個管家 他是從飯店跳出來的 他說整理你們的房間 比整理飯店的還要累 他一開始說我們飯店 我跟你講半個小時以內 就整理一間起來 我說真的 那你好厲害 那你這裡你也可以有辦法嗎 他說可以啦 你這七間房間 我跟你講 我們是11點到3點 11點是退房 3點入房 所以四個小時 他說你七間房間三個半小時 我三個小時就弄起來給你 可以... 結果他來第二天 他說王先生 我沒有辦法 你這裡太難掃 因為全白的 所以白色的 你只要客人一點點弄髒 你全部通通都要擦得很乾淨 而且那個採光又很好 又看得最清楚啊 對 而且我每一個房間 給的那個面海面 都是最寬的 就是絕對 大家應該很少有去飯店 有這麼寬的海景 都是大概七米面寬的一個海景 來你這邊應該都是算要 對不對 應該講 應該說 大家如果想要享受一點 或是有些特別的日子 要...是豪華級的對不對 對... 有的人講民宿 就是好像比較香野風啊 什麼的 你這裡不是喔 所以要告訴大家 要去王仁府那裡 最好穿漂亮一點 真的 我之前有客人來 他真的跟我說 就他們從美國來的 他們在美國 然後看了我們台灣電視介紹這裡 然後他們回來台灣 他們就說他平常都是住台北 這次他跟他老公 就想要來我們這邊住 他就是一次住三天的那個 所以逼得我要變換 三種不同的早餐 對 然後他們來住的時候 他第一天晚上 第一天先吃早餐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呢 他在吃晚餐的同時 他就跟我抱歉 他說那個 他就跟我講 王仁先生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真的 他說他們吃法式料理 他都覺得 應該要穿得正式一點 可是在我們那邊 我們就是吃法式料理 所以他們就覺得 我們今天穿這樣子T恤 然後牛仔褲 然後配拖鞋子 他說他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說不要這麼拘束 我說沒關係 反正就是 大家在這邊就是放輕鬆這樣子 可是客人來到我們那個地方 我覺得就會有一種 會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他會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但是他又不像家裡 他會感覺有一點像是 因為他全白的 你會有一點夢幻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 在那個空間跟海 在海邊 然後一個全白的房子 在裡面你不自覺 真的就會覺得好舒服 他就跟我說 王先生真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真的 從來沒有赤腳 然後吃著法式料理 他們就覺得 我們今天穿這樣子T恤 然後牛仔褲 然後配拖鞋子 他說他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說不要這麼拘束 我說沒關係 反正就是 大家在這邊就是放輕鬆這樣子 就是客人來到我們那個地方 我覺得就會有一種 會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他會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但是他又不像家裡 他會感覺有一點像是 因為他全白的 你會有一點夢幻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在那個空間跟海 在海邊 然後一個全白的房子 在裡面你不自覺 真的就會覺得好舒服 好 那誰會先回本呢 誰可以持續呢 我們盡待下回本 下回本 等一下 基金已經兩年了對不對 對 維持兩個店兩年了 其實我們已經回本了耶 沒關係 回本了 但還沒拿到錢OK對不對 對 回本也好 能夠繼續經營下去對不對 你三個月對不對 三個月OK 我們還盡待後續發展對不對 好 妳是... 一年 一年 對 一年 五年嘛 五年...應該可以 還有四年 OK的 有信心 每天早餐都不一樣 對 我們會努力的保持這個熱情 保持這個熱情 繼續把白的變更白 好... 沒錯 五年 而且你聽到他這個廚師啊 服務業啊 他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 經營有不同的角度 有的走極致嘛 就是奢華 或者是最好的服務 有的呢 就是用最小的成本 來賺取最大的利潤 對 好 你已經開店兩年了對不對 對 現在可以打平嗎 還不行 可是妳有把房子的錢 要算在那裡 十年 對 我把房子的錢 妳為什麼要十年 因為我每個月都還是 一直在做婚紗 所以一直在投資 對 一直在投資 所以到目前還沒有說回收 但是我覺得創業的 比較長的時間 可能要辛苦一點 我不打算正在時間賺錢 我覺得先把基礎用完之後 然後後面我就... 應該就可以站起來了 我覺得依依跟佩佩 唯一最相像的地方就是屬於 一個是著迷於膠帶 一個著迷於膠帶 一個著迷於膠帶 他想亮亮 他想混亂 我們是藝術家 我們是藝術家 你們兩個都是藝術家 交代... 十年 他比一點還狠耶 我本來以為覺得 我這個是最...最沒用的了 這個十年也太久了吧 我一定可以開這麼久 一定可以 但是我覺得 談談今天的這四位呢 是跟以前我跟藝人談 投資是不太一樣 以前大家都是錢 交給別人去經驗 現在你們是自己在開店 不管怎麼樣 吸取很多經驗 祝你們 好 韓運回來了 謝謝 謝謝